去年是兩成三五的賽季打擊率 天高吳東榮選到了四壞球寶宋 個人本賽季的第一個打席是寶宋上禮 這一球偏低是一個四壞球寶宋 黃保羅今天第三個四壞球寶宋 終止一軍生涯的初登板 首棒打反向的平飛球落地形成了安打 二壘上吳東榮來到三壘 現在蒙隊無人出局攻佔滿壘 對 這個一好一壞 你沒有拿到好球變一好兩壞 對方做當時講說一好一壞 可能做的戰術的機率就更高了 後面分擔先發投手群的壓力 內野的滾地球找到了遊擊手 六傳四傳三 再來一壘這邊是safe 那三壘上的跑者是能夠回來得分 這個野手選擇的內野滾地 是有一分打點的 衛拳龍隊2比0領先一人出局 對 給避掉 跑者提前騎跑反向的攻擊落地形成了安打 三壘上的董炳宣回來得分 提前騎跑的跑者張震宇是上到了三壘 很積極的戰術收到了效果 然後打點也回來 衛拳龍目前3比0領先 關鍵就在於控球 對 尤其是第二局開局的兩個保送 我覺得讓自己變得有點急躁 然後整個節奏亂掉了 換上的是郭俊麟 本賽記憶三場的出賽 都是中繼後援登板 要求沒有壞球 逃者走 打著灰空 結果搖冠偉他沒有把球拿好 所以這是個輕鬆的倒壘成功 這一球敲成了中左外野之間的平飛球 落地形成了安打 二壘上的跑者也要回來得分 果然郭天信敲出了事實的安打 幫助龍隊 在二局下半取得5比0的領先 很重要的一擊 那當然這個球打出去 在左外野這邊 看起來動作是本來有想要拚 可不可以直接接殺的那種感覺 最後還是選擇保守的方式 讓他落地形成安打 這球算真的變化球被跟到 然後打得很有技巧 真的是滿有打擊技巧的 那就是讓球找到洞落地 對 然後在兩出去的情況下 前面有提到 跑者球一出去 就是不顧一切向前衝 所以二壘上的跑者也回來得分 謝謝你 謝謝你